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童玩具 那么今天呢,小童姐姐又会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哦 你们期待吗? 接下来,咱们故事马上开始 我们的小朵朵,她呢,最近新开了一家水果店 咦,这里怎么新开了一个水果店呀 你好呀,乐迪 咦,是朵朵 你好,朵朵 这个新的水果店是你开的吗? 没错呢,你要来看看吗? 好呀,我正好最近家里没水果了 我看看都有什么水果 哦,有好多水果呢 你需要什么就自己拿吧,不要客气 好嘞,小朵朵 我想买这个大橙子 我们把橙子拿给乐迪 哦,乐迪最喜欢吃橙子了 乐迪把钱给了朵朵 朵朵,把钱收好 再见,朵朵 再见,乐迪,欢迎下次光临 哦,是熊二 嗨,小朵朵 嗯,听说你最近新开了一个水果店 俺最近心情烦躁得很 莫名其妙就很不开心 吃什么水果会好一些呢? 呃,这个 要不然这样吧 你吃一根香蕉 香蕉有抗抑郁的功效哦 吃完之后 我相信你的心情一定会好起来的 哇,这么神奇吗? 那,拿给我个香蕉尝尝 拿香蕉拿给熊二 熊二开心的吃起了香蕉 哇,这个香蕉真好吃 安心酒果然好了很多呢 谢谢你朵朵 那我先走了 熊二把钱交给了小朵朵 小朵朵收好 咦,我们的杰德奥特曼也来 哇,朵朵 你在这里开了一个水果店啊 那太好了 我最喜欢吃水果了 快给我拿一个大西瓜 菠萝 还有葡萄 草莓 等等等等 杰德 既然你这么喜欢吃水果 那我换一种做法给你吧 好啊 什么做法呢 我做水果沙拉给你吃 那么现在呢 咱们先用这个小刀子 还有小砧板 把水果切开 做水果沙拉 草莓 草莓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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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很美好,对不对? 哦,别忘了,还要放上咱们的沙拉哦 放上沙拉 嗯,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啊 味道真好,谢谢你朵朵 不客气皆得,如果觉得好吃的话 一定要经常来光顾我的小店哦 好了,今天朵朵的水果小店生意非常火爆 看来大家都非常喜欢吃水果呢 小朋友们也要多吃一点水果哦,对身体好 喜欢小空姐姐的玩具,记得点击订阅 咱们下一期再一起来玩,拜拜